我想说我太激动了 就是我很感动 我看到你们很感动 就是不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而感动 我是看到你们觉得很感动 就是两天前 他们都知道你是稍微年纪长一点点 带两个弟弟 你累吗 挺累的 但是 真的 刚才这一刻 我觉得所有累都值得 体力上的累 我觉得是最最小的累 一个乐团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先要在一起 就是这儿 把这儿在一起的那个 经历的过程 肯定是最累的 但是 我感觉好像 我们摸出门路了 非常为你们开心 因为我之前你们上台前 就是真的为你们紧张 好感动 现在 首先我想说那个润琪 其实你很有才华 你那个奸奏的六连音 然后还有你编的那个和声 都非常感人 胡总 我是更希望你 真的越来越 变得柔和 把你自己敞开 在快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觉得你脸上的 我觉得更像一个孩子了 然后对我来说 孩子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小熊 就是音准是可以被练习的 但是人的气质 就是当你一出来 你会让别人亲近你的 这种气质是不能被练习的 非常为你们开心 在上完朴树老师的课之后 其实我更能感觉到音乐 其实它只是一个表达的工具 那当然音准是一个非常基础的 特别对于唱歌的人来说 那我可能短短的时间 我只能到这里了 但后面的我可以慢慢来 一路一路地慢慢走下去 好严格啊 请清运联盟乐团回到后考间 谢谢同学们 虽然看到分数比我预想的是要低一点 但我是真的觉得很开心的 因为首先我们努力被得到肯定 老师也觉得说非常好一个 开得好头一个表演 我们是真的觉得 这几天努力被我白费 我们得了一百零五分 这个男的 对 我觉得我们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对 今天睡个好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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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了没有 辛苦 哭了 哭了 没哭了 泪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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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乔李一经 来